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我是林书伟 好 我们今天要访问到的是 大家可能在社群媒体上面有看过她的文章 她的粉丝页叫做大姐不跑三点半 很多人叫她大姐Selina 我们今天访问到的就是陈佩珍 Selina 你好 书伟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 这个她常常会帮一些年轻的朋友指点一下人生的方向 那她自己其实的确是有一段比较辛苦的原生家庭的故事 所以你把它写成了这一本书叫做 你不能选择出生但能活出想要的人生 那请Selina先跟我们讲一下好了 就是你们家庭到底发生了什么故事呢 我想要先特别先讲一下就是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因为也有人说你写这东西是在卖惨吗 可是事实上是因为书伟也有讲到说 我在社群上面会写很多的文章 是跟人生有关也有可能跟事业经营有关 那有一次我就写了一个文章是有一部韩剧叫做 我们的蓝掉时光 它其实写了很多冀州岛上面辛苦的小人物的故事 其中有一个是妈妈不爱自己的孩子 然后呢为了要求生存她再嫁 然后她的孩子就一辈子都望着那个背对她的妈妈 觉得自己是不被爱的人 那我那时候就写了这一篇 我写的角度是其实妈妈并不是不爱 是她不够有智慧去面对这些困境 那很多人转 但是下面我就注意到有一个女生她留言 她说未经他人苦 莫劝他人善 她的意思就是 你根本 你没有经过这个苦 对 你根本就不应该帮这种妈妈说话 而且因为我注意到 就是在很多讲这部戏的评语里面 只要讲到这个妈妈的部分 这个女生就会出来骂 所以她是一个受伤的人 她的伤很深 深到她没有办法看到有人为这种 离开子女 追求自己的饭碗 但是没有去顾及到孩子感受的妈妈说话 我那时候看到那留言我就想说 好 我把我的故事写出来 或许你就会知道 现在选择正面看待这些事情的我 并不是没有吃过苦 而是经历过这些事情之后 我要告诉你 正面是最好的选择 所以我就写了那个文章 就告诉大家 我过去是 不管是原生家庭的家爸 我爸爸破产这些事情 就这个文章被分享了好几千次 也因为这个文章 我开始有机会到谈话节目上面 去聊原生家庭 然后聊到后来 我其实人生很辛苦 我后来也离婚 然后现在单亲有一个六岁的孩子 所以后来这一本书的出版 它其实是用来告诉大家 你不是最惨的 我可能比你更惨 可是我这么惨 我没有放弃我自己 而且我很谢谢我自己 因为我现在过得蛮好的 我觉得我现在是一个闪闪发亮的人 那也谢谢过去那些经历 没有打败我 我要谢谢的不是伤害我的人 而是谢谢有继续往前走的自己 是 我觉得非常棒 因为我看了这本书的时候 我觉得Selena她在面对她的原生家庭 还有一路上自己 必须要自立自强 面对自己的 不管是课业 还有她也要还债 这个也要面对很多很多她人生当中 觉得为什么别人这么容易 而我却要加倍加倍努力 也不一定得到了这样子的 心理的这种震荡或者是挫折 我觉得她都选择非常诚挚地跟大家分享 而她现在的确可以让她自己过得更好 就是让大家可以看到 哦 原来你曾经这样 哦 那我现在好像还好 所以人也是有一种有比较 然后可以得到一个出口的感觉 对不对 我就收到我有很多网友传讯你跟我说 因为看了这本书我可以再撑一下 我觉得这句话就让我觉得很感动 因为有时候人生它其实就是 它不会一直往下 或许你是撑过这一段低谷期 你就光明了 就像其实我在去年的二月 我那时候发生一些事情 然后跟一些业主有些状况 所以我去年二月说 我每个月只剩下两万块收入 我那一瞬间真的有一种 是不是天要亡我也 尤其是我在疫情后 本来的顾问收入是在中国 也没了 所以在我39岁那一年 我需要重新找工作 可是婚前我是一个做到总经理的人 所以当你失去一切 然后所有人都不看好你的时候 39岁这个被职场讨厌的年纪 因为说实话 谁要请一个39岁的大妈 有32岁33岁充满年轻激情的孩子们 所以我做到总经理的人 可能那时候可以找到的工作是什么 专员 募款专员 还有就是要轮班的一些基层的干部 我那时候真的非常非常否定我自己 可是那其实是39岁的事情 三年后的我 我现在有很多机会 可以去辅导创业的年轻人 然后有国家的法人请我来做顾问 一年前我其实收入只剩下两万块 所以你怎么会知道 现在这个低谷会不会只是最后的一个坎 你过了就过了 那如果过了还没有转机呢 搞不好就是在后天啊 我没有办法跟大家保证 明天后天你就会好起来 但我只能说我的经验是 你往前走就有机会看到不同的风景 如果不往前走你就没有机会 你就会停在你人生最黑暗的那个地方 你的句号就在这里 不值得 那我们要让Selina来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她的原生家庭当中也是非常的drama 就是蛮戏剧化的 爸爸本来是一个大老板 对 但是在五岁的时候破产了 他就是一个人生停在句号的人 我出生的时候我是出生在那种 大工厂洋房 我还记得我们顶楼有喷水池 然后呢爸爸开黑头车 我们家里养大狼狗 就是最有钱的家庭 然后工厂里面有很多工人 我们是出口家具品牌到日本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一个小公主 但这一切记忆都停留在五岁之前 因为后来我爸爸生意破产 那当年啊 破产其实是违法的 会违反一个东西叫票据法 你只要跳票 如果是现在 顶多是你车贷房贷办不下来 可是当年 爱红彩去关 所以我爸只能躲在 那时候我妹妹出生 大概两岁左右 我五岁 然后他就带着我妈 我跟妹妹跑路 所以为什么我说 真的是跑路哦 真的是跑路 而且追的是黑的跟白的同时追 你知道白的就是查封财产 黑的是什么 黑的是不管你躲到哪里 有一天半夜 你都会突然听到 砰砰砰砰的声音 眼睛张开 你家的玻璃全部被砸碎 因为黑道在外面 大声的喊 出来很紧 我印象好深 可是那时候就是小小的 我眼睛张开 这样朦朦朦朦 看到我爸坐在床边 他手上拿着一个 亮亮长长的东西 是一把武士刀 他在做最后的抵抗师 如果这些黑道冲进来 他至少要尽最后一点力量 去保护他的家人 幸好黑道从来没有闯进来过 但小时候的我 我也不知道后来那些债务是怎么解决 但我有记忆以来 我家就是卖豆浆的 就是大概五点半就要开门 一碗豆浆米浆五块钱 一个包子 我记得就八块钱 然后油条可能三块钱 因为它是通气饭的关系 他没有办法去上班 他能够选择的就是 在我们家门口 那个铁皮屋的铁皮屋下面 摆摊卖豆浆 但如果他是一个勤勉认真 只为了养活孩子而努力的爸爸 其实我会很尊敬他 因为我看到他付出一切 为了帮我们养大 但让我比较伤心难过 然后也真正引以为戒的是 他其实没有办法面对现状 他一直梦想着 他有一天还要当回去做大老板 所以他花很多时间在做发财梦 例如说传说中什么美国的债券 阿拉伯的油田 这些都是诈骗 他可能赚了钱之后 就会想说致富的方法 结果又被骗 他就一直听说哪里有发财机会 他就去他就去 所以我看到的爸爸是 他永远都激情地告诉我 我们会发大财 现在苦日子会过去 那也因为我真心相信这些事情 我那时候才小小的 不懂什么是商业 爸爸对我来说是全部是天 所以我都一直期待 有天会过好日子 但说实话 就是抱着这样子梦想的爸爸 他一定在现实生活里面 会一直受挫 因为他相信是错的事情 所以当他受挫的时候 回到家 又看到一个调皮捣蛋的小孩 我爸情绪失控 都是用打我在处理 很多家暴 就是说小孩不乖 我要管教 其实不是 小孩不乖只是一个表象 真正的状况是 爸妈把自己的情绪挫折 宣泄在孩子身上 你打他 然后你伤害他 伤害完之后 其实爸爸妈妈都会 也很懊恼 但是伤害已经造成 伤害已经造成 所以我总是记得啊 我的爸爸妈妈 在打伤害我之后 然后他就会 买这些东西 要对我赎罪 可是其实我还是记得 那个在暗夜里面 流着眼泪的自己 是 那个伤痕 其实是非常非常深刻的 是 所以这个一路上的故事 所以说 Selina算是得到了一个 投胎下下签 投胎失败者 但没有关系 他自己可以翻转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再回到节目当中 欢迎回到 POP最正点 今天访问的是 大姐Selina 她出版了这本书 叫做 你不能选择出身 但能活出想要的人生 你可能在她的脸书 粉丝团 大姐不好三点半当中 有看过她 分享她的人生 她的婚姻 还有直癌 那你不知道 她的原生家庭 原来这么的戏剧化 很像是台剧八点档 蓝色蜘蛛网 玫瑰同龄言 真的 也没有输他们 那像刚刚你提到说 爸爸的暴力相向 你知道爸爸不是故意的 可是你知道爸爸 一直找不到出口 所以他只好 打你来泄愤 但是妈妈 其实我看到妈妈那段 我也很心疼 因为我们自己身为妈妈 妈妈的无助 跟她的无视 她没有办法去帮你 也没有办法去帮爸爸 所以对于你来说 你当时的这种小小心灵 一定受挫很深 就是我如果现在听起来 很正面 那不可能是一开始 经历过那么多伤害的人 不可能内心还充满了 原谅跟宽容 所以我曾经非常仇恨 我恨我自己被生下来 我怨恨我的父母是 你们如果没有做好准备 你们为什么要轻易地 把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上 你连让我好好吃一口饭的能力 都没有 然后让我在成长过程里面 要承受你们的情绪 而且我们还要逢年过节 就去借钱被人家洗脸 所以我在 尤其在青春期的那个时候 我是一个非常愤恨的青少年 我讨厌我自己 我觉得世界不公平 而且我非常的嫉妒 那些什么努力都没有做 就可以拥有 爱他们的爸妈的同学 这段时间其实很长 所以我现在可以 好好地说出来说 我理解我父亲的无能为力 我也看见我母亲 在她人生一个错误的选择 也是嫁给我爸爸 说实话 我觉得这就是女生 女生的人生里面 嫁给谁是一个非常大的关键 我妈妈是一个 不上不下人 所谓不上不下就是 她不是最聪明的 但她也不笨 她就是努力地 刻苦耐劳地 做好她该做的事情 但她嫁给我爸爸之后 就是她人生 过得波折很多的开始 但要我这样回过头来看 她做错什么 以女生来讲 就是她真的不够勇敢 因为她一直凹下去 我们现在女生 她不敢离开 对 我们现在女生就是 不行我可能看停损 我要离婚 就算你不离婚 你要做些什么 去保护自己跟你的孩子 但我的母亲 她选择的是 相信我爸爸 真的有一天会翻身 那像我被打的时候 我妈妈其实会劝我什么 不要跟爸爸起冲突 你就不要硬碎硬急 不然你会脱皮疼 所以那时候我觉得 我的没有被疼爱 因为她并没有说爸爸打你是错的 她告诉我的事 要你忍耐 不要让你爸生气 所以为什么我到青春期的时候非常扭曲 因为我觉得我不被需要 我不被爱 我做了那么多的努力 其实都不能够逆转我的命运 我非常的恐慌 有些是看到我妈妈的忍耐 妈妈最常讲什么 没法度 没法度 我到现在听到这句话 我还是会有情绪上的反应 真的 听到这句话你就觉得 这样暴怒 什么都没法度 不要跟我说没法度 Let's do something 我们想想办法 不可能是没法度 我不要接受现实 我不要只是忍耐 当时还小 所以当你到青春期的时候 你就会开始有满腹的怨恨 满腹的怨恨 现在回过头去看 其实会很心疼那时候的自己 因为就在一个青春期的时候 而且你中间有一段时间 其实你也是念私立学校 私立学校一般的家庭环境 都会比较好 没错 所以你知道同学 他们都是无意的 但因为他们在好人家 你真正出生非常好的孩子 很难去理解贫苦人家的匮乏 就是你觉得理所当然事物 对贫苦的孩子来说 都是不可能得到的信心 所以我每天都过着 自尊被刺伤的日子 可是没有人有恶意 我就是被自己困住了 而且为什么要去念私立学校 当时的环境又不好 因为我考到自由班 然后我爸爸 我必须说就是我爸妈 他们都不是坏人 所以其实伤害你的人 他不一定恨你 他可能爱你 只是他没有智慧 我家那时候那么穷 但是我爸爸相信一件事情 他觉得学历可以逆转 人生可以脱贫 所以当我那时候考试 我考进自由班的时候 我爸爸就发下好语说 卖血都要让我去念书 那想到了 太可怕了 现代能够卖血吗 不行 所以最后变成什么 我要缴学费的时候 那一学期三万多块 是啊 二三十年前的那个钱 所以变逢年过节 要去借钱的时候 我就要听到亲戚在奚落我们家说 不是说要买会 还是买到哪里去 小孩讨厌要再借钱 讨厌那书里又要做什么 当着我的面 当着妈妈的面 他们就会这样讲 那我理解 就是他们很心疼自己的姐妹 因为他们借钱的对象 是我妈妈的那些兄弟姐妹 他们理解自己的姐姐过得不好 心疼 但说出来的话 其实会让人在地狱里面的妈妈 其实更难过 所以妈妈是更加的封闭 而且她不喜欢表达自己的情感 这些我其实都看在眼里 是 然后对于你来说 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 你每次都要面对这样子的洗脸 其实多么的不愿意 很怨恨 所以我就是 我就是一方面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强 可是我自己回头来看 就是当初的变强那个动机 其实是扭曲的 它让我很努力 可是我一面很恐慌 这个恐慌来自于 我害怕变成像我爸妈这样 对人生没有选择能力的人 另外一个是我好想要被称赞 我想要被那些看不起我的人 觉得我没有未来 然后这么穷的人 我希望有一天 他们看着我的时候 是仰望或是鼓掌 所以我那个时候 开始会有一个行为是 我想讨好别人 我想要别人告诉我 你很棒 你超优秀的 只不过是你家里穷 但是你真的很厉害 我为了这些称赞 我可以做所有的事情 因为我自我价值感非常低落 所以你这样这些的 比较正面的想法 是你大概到什么时候 你才会去反思 或是去面对自己的那个 你真的很渴望别人的称赞 这个部分 其实所有的改变 它都不会是像电影里面 突然一道雷劈下来 然后隔天行怪 我们就是一个全新的人 它会是一个滴水穿石的过程 所以要讲我什么时候 有戏剧化的转类点 其实没有 但是当我用这样子的心情 我想去讨好别人 获得称赞往前的时候 我会不断的受伤 因为我把标准 放在别人的手上 而不是在自己的心里 所以我做了那么多 讨好的事情 却没有得到 我想要的回馈的时候 我的心就会被戳一脚刀 然后会流一些血下来 其实在过程里面 我自己会痛 那当然我就试着 再去更多的讨好 更多努力 但发现事情不如人意的时候 我就会开始去思考 我是不是想错了 我一直要依赖别人 为养我鼓励 跟说我很棒这件事情 会不会没有终点 因为我需要的 永远要看别人脸色 而且我就更感觉到 就是我被爱这件事情 是要祈求才会有的 所以从高中的时候很严重 然后到大学的时候 我参加很多社团活动 其实也是为了 让别人说我很优秀 甚至到研究所 甚至到出社会 我出社会进了非常好的外商 是全世界最大的家用品厂商 可是那时候除了说 他给很多钱 我第一年的年薪就破百万了 我需要去解决 我的收入家境的困境 另一方面也是一个虚荣心事 当我名片拿出来 哇 你在这里上班 你是一个经理 我其实就是想要吃到这种 甜蜜行行 别人觉得你好厉害 但是其实我进了这个公司之后 就遇到了最大的挫折 我遇到职场霸凌 然后我发现 我以为我很聪明 我很优秀 但在外商公司里面 全部都是台大 政大 国外回来的 我在那里再也得不到称赞了 那是我第一次垮掉 而且那个时候 你是不是同时也面对 你在婚姻上面的一些问题 我的感情也是一段讨好的过程 因为它就是人家眼中的人生胜利主 台大毕业 然后国外全球Top30的MBA毕业 然后三语 它又中文英文日文都非常流利 就是那种 如果你的男朋友是他带出去 很有面子的 对 然后我自己也会觉得 这个人这么努力 那两个努力的人在一起 一定不会过苦日子 我始终害怕的是什么 是牛衣对气 因为想到我爸爸妈妈在贫穷的家里 在漏水的铁皮屋里面 互相安慰对方没办法的时候 我觉得我再也不要回去那种人生 所以选一个这样子的男朋友 是不是就是未来的保障 翻身的可能 那为了要让这个男生喜欢我 我就会做非常多的努力 他喜欢什么样的女生 然后他有什么应酬 什么活动 我都会想要做到那种 最佳交期 最棒的女伴的这个角度 所以我从工作到预期中的婚姻 都是在一个讨好的心态下面 往前进 但是你在最后的抉择的时候 其实你告诉他说 我可能没有办法当你的老婆 因为我那时候发现 这个讨好是无止境的 尤其是最后的杀手锏是什么 我们已经论几婚假 双方父母监过面咯 都已经在谈订婚的事情 那时候我开始听到 他反复的讲一句话 如果不是你家这么穷 你爸妈就可以帮我们出头期款 然后他说 你家很穷 你会不会以后把你的薪水 拿回去资助你家 你不可以这样 你的钱要留下 我们要栽培自己的小孩 不要被你的家庭拖垮 我那时候悚然而惊的是什么 我一辈子的讨好 都不可能改变我出生的这个事实 所以我的讨好有意义吗 没有 我就是我 我不可能改变我的出生 但如果别人都是看着我 然后只盯着我的出生 觉得我不如他们的话 他们的标准 其实永远都不会是 我很棒 我够棒 我那瞬间真的有理智线 断掉的感觉 就是说 这样子讨好 根本没有终点 够了 他就是一个情绪 就是我一直被你贬低 一直被你贬低 我一直这么努力讨好 最后你还是要拿我 无法改变的事情 来伤害我的话 算了 这不是我想要的 因为我不要再接下来 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都听你跟我说 如果不是你家很穷 我们可以买在仁爱录 但这要非常大的勇气 因为有些人 想要翻转自己的命运 他会认为说 我只要忍一下 我可能就会 日子过得比较好 我可能就会得到一个 大家看起来 就是还不错的老公 然后我的人生就不一样了 但他甚至没有去面对自己 所以你在最后关头 面对了自己 然后拒绝了 当时的未婚夫 因为忍 不会是忍一下 你是忍三十年 就是我们要看得更远一点 你当下忍一下 可是接下来每一个当下 你都要忍 对啊 那所有当下就是全部 就是你的人生 为什么要 青春这么珍贵 你之前吃了这么多苦 你不就是要活成 自己想要的样子吗 你为什么要去忍耐呢 好 但故事还没完 还有职场霸力 还没有讲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 Selena 陈佩珍 这本书叫做 你不能选择出生 但能活出想要的人生 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位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 POP最正点 欢迎回到 POP最正点 今天我们访问的是 Selena 大姐 她的人生故事的确是 一波三折 就说 这个没办法选择出生 然后爸爸破产 爸爸用暴力对待她 然后呢 爸爸也非常不快乐 妈妈也非常不快乐 自己也非常不快乐 那一路 自己就是拼死拼活的 撑上来 往上走 你想说 我一定要扭转我的人生 那她也是很争气 包括了 这个一路上学业 也算很不错 然后自己也考上了 国立的学校嘛 国立的大学 因为比较便宜啊 对 国立的大学研究所 那也到国外去 交换学生了一段时间 那进了一个外商 而且是大家可能会 非常羡慕的外商 但是你在这个外商公司当中 发现自己真的 没有特别优秀 身边的人 每一个都是天之骄子 然后讲英文都非常流畅 他们的暑假寒家 总是在美国过的 而且 太大震大 你可以想象最聪明的人 都在一起 所以我这么努力 我可能以前在中山大学的时候 还不错 到了台北 到了信路的这个知名的公司的时候 我其实就是一个 可能连中间都够不上的一个存在 那那个霸凌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其实那个霸凌是来自于 我后来被派到台中分公司 然后那边会有一些 所谓的老鸟同事 他们在这个公司里面 待了非常久的人 那我去的时候呢 我就是一个很努力 想要做出一点什么的人 其实很容易我们在职场里面 这种积极会讨人业 眼中钉 对对对 而且因为呢 我可能就是不够上到 我必须讲就是 我初出社会 我确实有不够柔软的地方 所以那时候 他们叫做陈列员 然后我们叫业务 公司那时候在教育训练的时候 他告诉我们 就是我们的工作 就是去洽谈活动 然后管理客户 订业机 然后他们的工作 陈列员的工作 是去可能是搬货补货 可我那时候就配到一个大姐 他就说 你业务要下来搬货跟补货 但我告诉他 不对啊 可是公司要我做的事情 是其他的 我如果跟着你一起搬货补货 我原本的工作就会做不完 那你知道他后来 为了要修理我 他就联合所有的陈列员 不帮我的店 所以每一家店 我去巡店的时候 我的每一家店全部缺货 不是没有货 货全部堆在仓库里面 没有人要弄 对我后来怎么办 我就自己拖着板车去仓库 然后拿美工刀 自己割箱自己上 上到三晶半夜之后呢 回到办公室 还要自己打开信箱 然后回音没有 回到三点四点 然后每天大概就只有 睡三四个小时 因为他们就是 他们就是要给我好看 修理我 让我知道说 你们这些读书人 不要只想要做 用嘴巴的工作 你要下来做 所以我那时候 真的被修理到很惨事 我觉得 我在做的事情 是对的事情 可是我想要认真做好 我份内的事情 却被修理 我到后来 严重到什么程度 我没有办法接手机 那时候的工作量很大 就是我一天 会接上百通手机 那因为这些 陈列员的霸凌 所以每家店 打电话来都在骂我 因为货架空了 没有货 你们公司的人 都没有来处理 缺货什么的 每一通电话打来 都在骂我 而且他们的骂法 很直接 有时候是三字经 你就可以想象 那电话一接起来 就是直接否定你 直接辱骂你 我后来没有办法接电话 我也没有办法出门 我早上醒过来的时候 我就半梦半醒 都没有睡好 早上醒过来的时候 然后看到手机 已经有未接来电 我就把手机放在床头 然后把自己 卷在被子里面 我连走出门都不行 我就知道 有点忧郁症了 我不对了 我不对了 我觉得 我有警觉到 我不对了这件事情 可是我自己真的走不出去 因为我太挫折了 所以 我那时候做对了一件事情 我打了一通电话 给那时候 也在台中的一个大学同学 鼓起勇气拿起手机 跟他说 我觉得我怪怪的 你可不可以 陪我去看医生 然后他一听就知道 我真的不太对劲 他就立刻飞车过来 然后敲我的门 然后就打电话跟我说 我在门口了 在门口了 帮他开门 他陪我去看 挂精神科 进诊间的时候 我根本什么话都说不完 我就是哭一直哭 然后我哭的内容就是 我真的很努力 我以为努力就可以改变一切 我好不容易建的这个公司 可是 为什么我这么努力 可是有这么多的人 却反而想要伤害我 我那时候真的很难过是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只是做好我分内的工作 难道我就是应该去讨好这些人 然后 我不知道 我真的那时候 就是一个刚毕业的人 我不知道 然后哭哭哭 然后最后 医生就是 他们就是会聆听 听说好像 通常第一次进诊间的人 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医生见怪不怪 他就开了药 我拿了药包 然后回家的时候 我就想说 我想要查一下 这些是什么 增进剂 安眠药 我隔天早上 我就在出门前 我就照医嘱 我就吃了一颗 你知道那个感觉 我到现在都没有忘记 有吃药跟没有吃药 的差别是什么 有吃药之后 你会觉得你整个人 好像包在个泡泡里面 你听外面的声音 有一点远 然后你自己在 起反应的时候 也有一点迟缓 其实外界没有改变 你也没有改变 但是你的神经传导 被慢下来了 所以过去那些 会伤害我的尖锐的话语 它依然存在 依然发生 只是它戳进 我心里面的时候 变得比较慢 然后我觉得伤痛的感觉 也没有那么锐利 我就这样 有一点模糊的过完了一天 然后就顿顿的 真的就会变顿 到晚上的时候 我也吃了安眠药 真的就睡得很好 但那时候 我就开始想到一件事情 好啊 那我要这样子下去吗 其实我本来一直期待 看医生跟吃药 可以逆转我的困境 结果我发现没有 什么事情都没有改变 恶意依然存在 困难依然存在 我只不过在麻痹我自己 不是真正的面对问题 对 问题从来没有被解决 所以我后来大概 吃了一两天之后 我就决定 我就把药丢掉了 这个是坏榜样 不要学我 因为你在很脆弱的时候 你真的需要先 让自己不要受到 那么大的打击 先撑过去 可是我算是一个 意志力极度强大的人 我那时候就决定不行 我不愿意 只是麻醉我自己 我觉得那些人 还是在伤害我 我要想办法去逆转 所以那天开始 我就决定不要吃药 好 老娘就跟你们拼了 我真的就去板火 我确实就是 牺牲我的健康 我就跟大家拼了 一直拼到最后 那些陈略员发现 我折纸箱 或拆纸盒什么的 都比他们更快 我做到让他们认同我 那他们期待说 我要跟他们一起抽烟 一起聊天什么 我就全部都做到 我不要管这是对错 我为了要融入那个环境 获得大家认同 我先做到 我想要告诉我自己是 先不要去谈对错 你先解决问题 然后这些过去 会过去 这些人 不是你的朋友 你不要期待 他们喜欢你 只要可以好好工作 就好了放过你自己 不要这么在乎别人的评论了 他们说你不好 不是你不好 不要管他们 他们不是爱你的人 这没有关系 让他过去 我那时候真的就在 反复地告诉我自己 去面对那些 对我很明确的恶意 所以你说我什么时候 把自己修理好 就是在一波一波恶意里面 我发现 我如果不为我自己做些什么 我就去死了 你就没有路可走了 对 你就好像觉得 明天活过来都不知道要干嘛了 我就觉得 讨好你们又怎么样 你们是不爱我的人 所以我为什么要花我最棒的 生命的耐断 去讨好那些不真正爱我 看不到我价值的人 所以那之后我就决定 我要回归到我自己身上 我不要再浪费时间 跟期待在不值的人身上 所以你自己在面对 这个所谓的职场当中的 一些霸凌 你也要一步一步地走出 你自己的路 如果你当时就退却了 就离开那个工作了 其实很多人可能会这样决定 对 你要说这是好或坏 就是因为我真的太穷了 我那时候无数次 打开人力银行的网页 我觉得我想要逃离这个现场 我想要走 我想要看看 有没有其他工作 就一看发现薪水都很差 可能只有我现在薪水的 七成到六成 可是我需要钱 所以我无路可走 我每天晚上哭着 看完人力银行 隔天早上还是要去开业绩会议 但这么多年后 十几二十年后回过头来 我非常谢谢我有坚持下来 因为当初那个外商 确实给了我非常刻苦的训练 我一方面在公司的 因为它是全世界最大 你可以想象它的体系 它的行销方法 它的格局 非常完整的 我真的学到很多 我如果当初被那个地方的陈列员的霸凌 伤害了之后 我就停下脚步 我就没有机会再后来再回到总公司 去学习 去把我的格局放大 是 而且甚至其实还有一个重点是 我也谢谢那群陈列员 他们伤害我 他们是不值得被感谢的 我从来不感谢伤害我的人 但我感谢我自己 他们让我体会到什么叫做恶意 然后也让我自己学会面对恶意的时候 你不要认输 你不要逃走 你想办法去处理 为什么 因为这样的恶意其实不会只出现一次 我人生后来出现了无数次伤害我的场景 可是我已经做好准备 我已经知道保护我自己 并且不被别人的伤害 影响自己的自信心 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听到这里 你可能会回溯起 自己曾经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 不论是在学生时期 或是进入职场之后 或者是在人际关系当中 你会无数次的觉得 为什么你们都不喜欢我 你们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 但是我们该怎么样面对这样的状况 因为我想大部分的人都不会是非常顺利的 是的 那Selina她的 经验 其实也告诉我们 你必须要自己去勇敢的面对 你真的必须要自己去帮助自己 这个是我最常跟我女儿讲的话 真的是 这是一辈子生到事情 就是说你终究就会学会 不要讨好别人 你要多爱自己一点 不要在别人的眼睛里面 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 你要认可自己的价值 你要认可自己是 我是值得被鼓励的 我是值得被爱的 那其实面对自己的 种种的人生当中的波涛或是困难 Selina她也有很无助的时候 所以我们不是要告诉大家说 你就是要正向的讲 再多都没有用 没有 没有办法 我们不是什么超人 我们是有血有肉 会流眼泪的人 是 我们真的会曾经非常伤心 因为像职场霸凌 我想很多朋友 可能都有这样的经验 或者是你在职场当中 可能不一定那么顺利 那怎么样去面对她 你走过你就是走过 你没走过 你可能就已经 现在不知道在做什么工作 是 那你走过之后 不一定成功 它会是一个经验 对 我都会用一个说法就是 你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呢 你要离开事故现场 什么叫做离开事故现场 就是你遇到伤害 你停在那里想着 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他们不喜欢我 为什么我发生那么糟糕的事情 其实 当你一直这样想的时候 你是不停的在责怪你自己 然后你眼睛张开 都是那个最糟糕的现实 那 与其一直停在那里 不停的检讨自己 我的做法 就是让自己离开那个现场 我不要沉溺在那段痛苦里面 我不要再去想为什么了 我有时候 可不可以就是运气差 他就是错的人 我不要想 但是我 让自己往前走 我再移动下去 我会看到新的风景 不要浪费时间 只是检讨自己 我们来想想 怎么做可以让我去 更好的地方 是 大家 我们要振奋起来 对 今天Selina 跟我们分享她的故事 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说 都会很有共鸣感 就会开始想说 哎呀 其实我好像没那么惨 然后也有人说 其实我被你更惨啦 我应该告诉Selina 其实我也更惨啦 都没有关系 但她这都是一个 帮助我们自己 在面对人生当中 本来就是不容易的事情 要不断不断的 一关一关往前走 那等一下回来 我们再来跟大姐Selina 来聊聊 这本你不能选择出身 但能活出想要的人生 马上回来哟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 POP最正点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我们大部分人都是 没有显赫的家世 然后人生都没有这么的顺利 但是人生的路 要靠自己去掌握 你怎么样可以活出 你想要的那个样子 你怎么样可以活出 你谢谢你自己 然后不断的觉得 你自己真的很棒 我觉得Selina现在应该 就会常常的谢谢你自己 然后觉得说 你克服了这么多 这么多 这么多 真的很不容易 会拍拍你自己吧 就是回头看这本书的过去 在写的过程 我都觉得 天哪我到底经历过什么 我是上辈子杀人放火 才遇到这么多的事情 我必须说就是 我不知道 为什么我要遭遇到 这么多事情 但经历这些事情之后的 现在的我 真的是刀枪不入 你知道 就是我现在 其实挫折的时候 我还是会哭 而且我已经懂得去面对 我的挫折跟我的眼泪 我难过的时候 我就哭一哭 然后把情绪哭掉之后 我已经知道 我要继续往前走 然后或许未来 不会太顺利 就如同我过去 这么多风雨 但是往前走 会看到新的机会 所以真的 要谢谢自己 就是或许你跟我一样辛苦 也或许你很幸运 如果你很幸运 你要抱抱那些 守护你的人 是 谢谢他们为你遮风避雨 那如果你不那么幸运 你一定要抱抱你自己 谢谢 就是在这么辛苦里面的人生 你还是这么的善良 你愿意向上 你愿意善待你身边的每一个人 谢谢你 即使遇到这么多的伤害 依旧柔软跟温柔 嗯嗯嗯 所以我们在书中看到了 Selina谢谢十岁的自己 二十岁的自己 三十岁的自己 呃 因为面对婚姻 Selina又是另外一个故事 是 但这个故事 哇 也是一段会让你觉得 哇 人生的选择 如果再重来一次 你会怎么选择 哇 就是如果再重来 我必须讲就是 婚姻这一段 我最美好的礼物 是我的女儿 嗯 她真的很可爱 然后她也教会了 我在陪着我女儿的过程 其实有点像是 我再重新活一次童年 嗯 因为小时候很辛苦 我一直记得 那个受过伤的自己 我也要鼓励大家 就是说 你或许是受伤过的人 你不要忘记 你也不用去原谅 你不要逼自己 像圣人一样的去 什么 摆脱这些过去 因为今天的你 就是过去的 那些事情所组成的 不要忘记 那个受过伤的你 其实你会变得 更加温柔 因为你知道 被伤害的痛 所以你懂得 加倍的温柔去爱人 嗯 就像我永远记得 小时候被家暴的自己 被伤害自己 所以我现在在 面对我的孩子的时候 我永远都是蹲下来 用他的高度 看着他的眼睛 好好跟他说话 我再怎么挫折 我都不会让我的情绪 变成一直出口 去伤害他 嗯 因为我始终记得 那个在暗夜里面 无助的 哭泣的自己 嗯嗯 所以你要讲 婚姻 说实话 我受了很多伤 而且我 这一生里面 最大的一坎 应该就是离婚 离婚之后 我连我的职业都失去 然后我的整个事业 重新来过 我在谷底里面 青春没了 39岁的中年 单亲妈妈 何去何从 那是我真正最黑暗的时期 就是在那几年 但是你说 重新来过 我会不会还是 有一样的选择 其实会 因为我一直想要一个 温暖的幸福的家庭 就算回到那个时间点 我还是会傻傻的期待 我可以做些什么 但只是现在 我就会鼓励 我身边的朋友 我相信大家 结婚都不是为了要离婚 大家都想要一个家 可是你可能要 更理性的去看一看 婚姻 你不是嫁给这个人 他背后的那个家庭 各式各样的东西 都会影响到 你跟这个人 路能够走得多远 嗯 从来感情都不是 两个人的事情 所以这又是一个 很漫长的故事 是是是 所以当我们人生 面对到不如意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为自己打气 包括很多的朋友 就说 你一定要有朋友 或者说 你一定要有一些 比较正面的讯息的管道 不然的话 你在自己的这个 暗夜当中 你就走不出那条路 没可能就会开始 有一些傻念头 那我想 Selina的这一本书 你不能选择出身 但能活出想要人生 我觉得这是 可能给很多朋友 一个出口 那希望大家在 你觉得很无助 或者是非常伤心的时候 或者是你觉得 哎呀 老是老天 不对我好 全世界最倒霉 就是我 那或许可以看看这本书 把这本书拿出来 就会发现你不孤单 有人比你随很多 但他现在过得很好 所以呢 你可能明天 后天到后天 你就会好起来了 非常谢谢佩真 Selina来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 因为她的故事真的是 蛮精彩 就是你知道一个剧本 现在其实才走到中间 但我们期待 接下来 这个Selina人生都会 照着你想要的方向走 然后你会活出 更让你自己喜爱的自己 谢谢书伟 谢谢听众朋友 谢谢这么努力 这么真诚的陈佩真 Selina 也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咯 谢谢大家 拜拜